历代至下 第一章 大魏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兼顾 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使他甚为尊大 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 就是千夫长 百夫长 审判官 首领与组长都来 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边的丘坛去 因那里有神的会墓 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 只是神的约柜 大魏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 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大了帐幕 并且霍尔的孙子 乌利的儿子比萨列 所造的铜坛也在击变耶和华的会墓前 所罗门和会众都就近坛前 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墓的铜坛那里 现一千牺牲为凡祭 当夜 神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你愿我赐你神吗 你可以求 所罗门对神说 你曾向我父大魏大师慈爱 使我接续他做王 耶和华神啊 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魏所应许的话 以你立我做这民的王 他们如同地上沉沙那样多 求你赐我智慧聪明 我好在这民前出入 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神对所罗门说 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 你既有这心意 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 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 又不求大寿数 只求智慧聪明 好判断我的民 我必赐你智慧聪明 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 在您以前的猎王都没有这样 在您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 于是 所罗门从即便秋坛会幕前 回到耶路撒冷 治理以色列人 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 有战车一千四百辆 马兵一万二千名 按着在屯车的城义和耶路撒冷 就是王那里 王在耶路撒冷是金银多如石头 香百木多如高原的桑树 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 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 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 每辆价银六百摄克勒 马每匹一百五十摄克勒 赫人猪王和亚兰猪王所买的车马 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 历代至下 第二章 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 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 所罗门就挑选七万扛台的 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 三千六百都宫的 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网西兰说 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 求你也这样待我 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 分别为圣献给他 在他面前焚烧每香 长摆陈舍饼 每早晚安息日月术 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 节期献烦祭 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例 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 因为我们的神智大 超乎诸神 天和天上的天 尚且不足他居住的 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 我是谁 能为他建造殿宇吗 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 现在求你拆一个巧匠来 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 珠红色蓝色线 并精于雕刻之宫的巧匠 与我父大卫 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 一同做工 又求你从黎巴嫩 运些香柏木 松木 檀香木到我这里来 因我知道 你的仆人善于砍伐黎巴嫩的树木 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 这样可以给我预备许多的木料 因我要建造的殿宇高大出奇 你的仆人砍伐树木 我必给他们打好了的小麦二万戈尔 大麦二万戈尔 九二万巴特 油二万巴特 推罗王西兰写信回答所罗门说 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 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 又说 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 使他有谋略聪明 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 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公事 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去 他是我父亲西兰所用的 是弹芝派一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是推罗人 他善用金银铜铁石木和紫色蓝色珠红色线 与细麻制造各物 并精于雕刻 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 请你派定这人与你的巧匠 和你父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做工 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酒油 愿我主运来给众仆人 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 从黎巴嫩砍伐树木 扎成筏子 扶海运到约帕 你可以从那里运到耶路撒朗 所罗门仿照他父大卫 属典住在以色列地所有寄居的外邦人 共有十五万三千六百名 使七万人扛台材料 八万人在山上凿石头 三千六百人都里工作 历代至下 第三章 所罗门就在耶路撒朗 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 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长上 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 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所罗门作王第四年二月初二日开工建造 所罗门建造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 长六十肘宽二十肘都按着古时的尺寸 殿前的篮子长二十肘与殿的宽窄一样 高一百二十肘里面贴上金金 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 又贴了金金 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 又用宝石装饰电墙使电滑美 所用的金子都是八瓦音的金子 又用金子贴电和电的栋梁 门槛墙壁门扇 墙上雕刻基路箔 又建造智圣锁长二十肘与殿的宽窄一样 宽也是二十肘贴上金金 共用金子六百塔莲德 金钉重五十摄克勒 楼房都贴上金子 在智圣锁按照相的法子造两个基路箔 用金子包裹 两个基路箔的翅膀共长二十肘 这基路箔的一个翅膀长五肘 挨着垫这边的墙 那一个翅膀也长五肘 与那基路箔翅膀相接 那基路箔的一个翅膀长五肘 挨着垫那边的墙 那一个翅膀也长五肘 与这基路箔的翅膀相接 两个基路箔张开翅膀 共长二十肘 面向外垫而立 又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和细麻织蔓子 在旗上绣出基路箔来 在墙前造了两根柱子 高三十五肘 每柱顶高五肘 又照圣锁内链子的样式 做链子 安在柱顶上 又做一百十六 安在链子上 将两根柱子立在墙前 一根在右边 一根在左边 右边的起名叫雅金 左边的起名叫波阿斯 历代至下 第四章 它又制造一座铜坛 长二十肘 宽二十肘 高十肘 又注一个铜海 样式是圆的 高五肘 近十肘 为三十肘 海周围有野瓜的样式 每肘十瓜 共有两行 是铸海的时候铸上的 有十二只铜牛铕海 三只向北 三只向西 三只向南 三只向东 海在牛上 牛尾向内 海后一掌 边如碑边 又如百合花 可容三千八特 又制造十个盆 五个放在右边 五个放在左边 显凡济所用之物 都洗在其内 但海 是为济丝沐浴的 它又照所定的样式 造十个金灯台 放在殿里 五个在右边 五个在左边 又造十张桌子 放在殿里 五张在右边 五张在左边 又造一百个金碗 又建立祭祀院和大院 并院门 用铜包裹门上 江海安在殿门的右边 就是南边 忽兰又造了盆 铲 碗 这样 他为所罗门王 做完了神殿的工 所造的就是两根柱子 和柱上两个如球的顶 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 和四百十六 安在两个网子上 每往两行 盖着两个柱上如球的顶 盆座和旗上的盆 海和海下的十二只牛 盆 铲子 肉叉子 与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器皿 都是巧匠护兰 用光亮的铜 为所罗门王造成的 是在约旦平原 书戈和撒利旦中间 借焦泥铸成的 所罗门制造的这一切甚多 铜的轻重 无法可查 所罗门又造神殿里的金坛 和陈设柄的桌子 并精金的灯台和灯盏 可以照例点在内殿前 灯台上的花和灯盏 并蜡简都是金的 且是纯金的 又用精金制造镊子 盘子 条羹 火顶 至于殿门和制圣所的门扇 并殿的门扇都是金子装饰的 历代至下 第五章 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功 就把他父大位 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 放在神殿的府库里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 各支派的首领 并以色列的族长 招聚到耶路撒冷 要把耶和华的约柜 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 于是 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前 都聚集到王那里 以色列众长老来到 立位人便抬起约柜 祭司立位人将约柜运上来 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 都带上来 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 以色列全会众 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 多得不可胜数 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 抬进内殿 就是至圣所 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 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 遮掩约柜和台柜的杠 这杠甚长 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 在殿外却不能看见 直到如今还在那里 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 摩西在和列山所放的 除此以外 并无别物 当时 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杰 并不分班共职 他们出圣所的时候 歌唱的立位人亚萨 能生赞美耶和华说 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那时 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共职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历代至下 第六章 那时 所罗门说 耶和华曾说 他必住在幽暗之处 但我已经建造殿宇 做你的居所 为你永远的住处 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 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 所罗门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亲口向我夫大卫所应许的 也亲手成就了 他说 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地以来 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 选择一城建造殿宇 为我民的居所 也未曾拣选一人 做我民以色列的军 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 又拣选大卫 治理我民以色列 所罗门说 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 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 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 这意思甚好 只是你不可建殿 为你所生的儿子 必为我名建殿 现在 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 使我接续我父大卫 做以色列的国位 是照耶和华所说的 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 我将约柜安置在其中 柜内有耶和华的约 就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 站在耶和华的坛前 举起手来 所罗门曾造一个铜台 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 放在院中 就站在台上 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 向天举手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天上地下 没有神可比你的 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 守约诗慈爱 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 现在应验了 你亲口应许 亲手成就 正如今日一样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 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 遵守我的律法 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 就不断忍 做以色列的国位 现在 求你应验这话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成就 向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 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 看啊 天和天上的天 尚且不足你居住的 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 为求耶和华我的神 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 抚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 愿你昼夜看顾这殿 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 求你垂听 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 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 向此处祈祷的时候 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垂听而赦免 人若得罪临舍 有人叫他启示 他来到这殿 在你的谈前启示 求你从天上垂听 判断你的仆人 定恶人有罪 照他所行的 报应在他头上 定一人有礼 照他的意赏赐他 你的民以色列 若得罪你 败在仇敌面前 又回心转意 承认你的名 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 求你从天上垂听 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 使他们归回 你赐给他们 和他们列祖之地 你的民因得罪你 你惩罚他们 使天闭塞不下雨 他们若向此处祷告 承认你的民 离开他们的罪 求你在天上垂听 赦免你仆人 和你民以色列的罪 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 且降雨在你的地 就是你赐给你民 为业之地 国中若有饥荒 瘟疫 汗风 煤烂 蝗虫 蚂蚱 或有仇敌犯境 围困诚意 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 你的民以色列 或是众人 或是义人 自觉灾祸 甚苦 向这殿举手 无论祈求什么 祷告什么 求你从天上 你的居所垂听赦免 你是知道人心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 待他们 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 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 列祖之地上 一生一世 敬畏你 遵行你的道 论道 不属你民 以色列的外邦人 为你的大名 和大能的手 并伸出来的绑壁 从远方而来 向这殿祷告 求你从天上 你的居所垂听 照着外邦人 所祈求的而行 使天下万民 都认识你的名 敬畏你 像你的名 以色列一样 要是他们知道 我建造的这殿 是称为你名下的 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 无论往何处去 与仇敌征战 向你所选择的城 与我为你名 所建造的殿祷告 求你从天上 垂听他们的祷告 祈求 使他们得胜 你的名若得罪你 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 你向他们发怒 将他们交给仇敌 鲁道或远或近之地 他们若在鲁道之地 想起罪来 回心转意 恳求你说 我们有罪了 我们背逆了 我们作恶了 他们若在鲁道之地 尽心尽性 归服你 又向自己的地 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和你所选择的城 并我为你名 所建造的殿祷告 求你从天上 你的居所 垂听你名的祷告 祈求 为他们申冤 赦免他们的过犯 我的神啊 现在求你睁眼看 侧耳听 在此处所现的祷告 耶和华神啊 求你起来 和你有能力的约会 同入安息之所 耶和华神啊 愿你的祭司 披上救恩 愿你的圣民 蒙福欢乐 耶和华神啊 求你不要厌弃 你的受高者 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 所施的慈爱 历代至下 第七章 所罗门祈祷已毙 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尽繁祭和别的祭 耶和华的荣光 充满了电 引耶和华的荣光 充满了耶和华电 所以祭司不能进电 那火降下 耶和华的荣光 在电上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看见 就在扑石地 俯伏叩拜 称谢耶和华说 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王和众民在 耶和华面前献祭 所罗门王用牛 二万二千 扬十二万献祭 这样 王和众民为神的殿 行奉献之礼 祭司势力 各共其职 立位人也拿着 耶和华的乐器 就是大卫王造出来 借立位人 送赞耶和华的 祭司在众人面前 吹号 以色列人都站立 所罗门因他所造的 同坛容不下 凡祭 宿祭和 支游 便将耶和华殿前 院子当中 分别为上 在那里 献凡祭 和平安寄生的支游 那时 所罗门和 以色列众人 就是从哈马口 直到埃及小河 所有的以色列人 都聚集成为大会 首节七日 第八日 设立严肃会 行奉献谈的礼 七日 首节七日 七月二十三日 王遣散众民 他们因见 耶和华向大卫和 所罗门 与他民以色列 所施的恩惠 就都心中喜乐 各归各家去了 所罗门造成了 耶和华殿和王宫 在耶和华殿和王宫 凡他心中所要做的 都顺顺利利的 做成了 夜间 耶和华向 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我已听了 你的祷告 也选择这地方 作为祭祀我的殿宇 我若是天闭塞不下雨 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出产 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众 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吹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我必睁眼看 侧耳听 在此处所现的祷告 现在 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 涌在其中 我的眼 我的心 也必藏在那里 你若在我面前 效法你父大位所行的 遵行我一切 所吩咐你的 谨守我的律例典章 我就必兼顾你的国位 正如我与你父大位 所立的约 说 你的子孙 必不断人 做以色列的王 倘若你们转去丢弃 我只是你们的律例 诫命 去释放敬拜别神 我就必将以色列人 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 拔出根来 并且 我为几名 所分别为圣的殿 也必舍弃不顾 使他在万民中 做笑谈 被击窍 这殿虽然甚高 将来经过的人 必惊讶说 耶和华为何 像这地和这殿 如此行呢 人必回答说 是因此地的人 离弃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就是领他们 出埃及地的神 去亲近别神 敬拜侍奉他 所以耶和华 使这一切灾祸 临到他们 历代至下 第八章 所罗门建造 耶和华殿和王宫 二十年才完毕了 以后 所罗门重新修筑 西兰送给他的 那些城 使以色列人 住在那里 所罗门往 哈马索巴去 攻取了那地方 所罗门建造 旷野里的达末 又建造 哈马所有的 基货城 又建造上伯和轮 下伯和轮 作为保障 都有墙 有门 有栓 又建造巴拉 和所有的 激货城 并吞车辆马兵的城 与耶路撒冷 黎巴嫩 以及自己治理的 全国中 所愿意建造的 至于国中 所剩下 不属以色列人的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就是以色列人 未曾灭绝的 所罗门挑选 他们的后裔 做福苦的奴仆 直到今日 唯有以色列人 所罗门 不使他们 当奴仆做工 乃是做他的战士 军长的统领 车兵长 马兵长 所罗门王 有二百五十都工的 监管工人 所罗门将 法老的女儿 带出大卫城 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 因所罗门说 耶和华约贵 所到之处 都为上帝 所以我的妻 不可住在 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 所罗门在 耶和华的坛上 就是在 郎子前 他所住的坛上 与耶和华 献凡祭 又遵着 摩西的吩咐 在安息日 月朔 并一年三节 就是 除教节 七七节 祝彭节 献每日 所当献的祭 所罗门 照着 他父大卫 所定的利 派定 祭司的班次 使他们 各共几事 又是 立位人 各尽其职 赞美 耶和华 在 祭司面前 做 每日 所当作的 又派 守门的 按着班次 看守 各门 因为神人 大卫 是这样 吩咐的 王所吩咐 众祭司 和立位人的 无论是 管府库 或办别的事 他们都不违背 所罗门 建造 耶和华的殿 从立根基 直到成功的日子 功了俱备 这样 耶和华的殿 全然完毕 那时 所罗门 往以东地 靠海的 以寻加别 和以路去 西兰 差遣 他的臣仆 将船只 和熟悉 泛海的仆人 送到 所罗门 那里 他们同着 所罗门的仆人 到了俄斐 得了 四百五十 塔莲德金子 运到 所罗门 王那里 历代至下 第九章 士帮女王 听见 所罗门的名声 就来到 耶路撒朗 要用 难解的话 试问 所罗门 跟随 他的人 甚多 又有 骆驼 托着香料 宝石 和许多 金子 他来 见了 所罗门 就把心里 所有的 对所罗门 都说出来 所罗门 将他所问的 都答上了 没有一句 不明白 不能答的 士帮女王 见 所罗门的 智慧 和他所 建造的宫室 席上的 真羞美味 群臣分裂而坐 仆人两堂 视力 以及他们的 衣服装饰 酒证和酒证的 衣服装饰 又见 他上 耶和华店的台阶 就诧异的 神不守舍 对王说 我在本国里 所听见 论到你的事 和你的智慧 实在是真的 我先不信 那些话 即使我来 亲眼见了 才知道 你的大智慧 人所告诉我的 还不到一半 你的实际 越过 我所听见的名声 你的群臣 你的仆人 常势力在你面前 听你智慧的话 是有福的 耶和华 你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他喜悦你 使你做他的国位 为耶和华 你的神做王 因为你的神 爱以色列人 要永远 建立他们 所以 立你做他们的王 使你秉公行义 于是 世巴女王 将一百二十 塔莲德金子和宝石 与极多的香料 送给所罗门王 他送给王的香料 以后再没有这样的 西兰的仆人 和所罗门的仆人 从俄斐运了金子来 也运了檀香木 和宝石来 王用檀香木 为耶和华殿 和王宫做台 又为歌唱的人 做琴色 尤大帝 从来没有 见过这样的 索罗门王 按十八女王 所带来的 还他礼物 另外 照他一切 所要所求的 都送给他 于是 女王和他臣仆 转回本国去了 索罗门 每年所得的金子 共有六百六十六 他连德 另外 还有商人所尽的金子 并且阿拉伯诸王 与蜀国的省长 都带金银给索罗门 索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 打成挡牌二百面 每面用金子六百摄克勒 又用锤出来的金子 打成盾牌三百面 每面用金子三百摄克勒 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 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大宝座 用金金包裹 宝座有六层台阶 又有金角凳 与宝座相连 宝座两旁有福寿 靠近福寿 有两个狮子站立 六层台阶上 有十二个狮子站立 每层有两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 索罗门王一切的隐气 都是金的 礼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 都是金金的 索罗门年间 银子算不了什么 因为王的传制 与西兰的仆人 一同往他师去 他师传之 三连一次 装载金 银 象牙 猿猴 孔雀回来 索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 胜过天下的列王 普天下的王 都求见索罗门 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 他们各带贡物 就是金器 银器 衣服 军械 香料 罗马 每年有一定之力 索罗门有套车的马四千捧 有马兵一万二千 安置在屯车的城义和耶路撒冷 就是王那里 索罗门同管诸王 从大河到菲利士地 直到埃及的边界 王在耶路撒冷是银子多如石头 香百目多如高原的桑树 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索罗门赶马群赖 索罗门其余的是 自始至终 不都写在先知拿丹的书上 和世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上 并先见亦多论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末世书上吗 索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四十年 索罗门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他父大卫城里 他儿子罗波安揭续他做王 历代至下 第十章 罗波安往世间去 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事件 要立他做王 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先前躲避索罗门王 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 他听见这事 就从埃及回来 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 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波安 对他说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 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 负的重恶轻松些 我们就侍奉你 罗波安对他们说 第三日再来见我吧 民就去了 罗波安之父索罗门在世的日子 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 罗波安王和他们商议 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我好回复这民 老年人对他说 王若恩待这民 使他们喜悦 用好话回复他们 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 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 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 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 说 这民对我说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 求你使我们轻松些 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我好回复他们 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 这民对王说 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 求你使我们轻松些 王要对他们如此说 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 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要用鞋子鞭责打你们 耶罗伯安和众百姓 遵着罗伯安王所说 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 第三日 他们果然来了 罗伯安王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 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 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 对他们说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 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要用鞋子鞭责打你们 王不肯依从百姓 这事乃出于神 我要应验耶和华 借施罗人亚西亚 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 以色列众民建王不依从他们 就对王说 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 与耶稀的儿子并没有官赦 以色列人啊 各回各家去吧 大卫家呀 自己顾自己吧 于是 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 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 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 罗伯安王差遣 掌管福苦之人的哈多兰 往以色列人那里去 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 罗伯安王急忙上车 逃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样 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 直到今日 第十一章 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 招聚尤大家和宾亚敏家 共十八万人 都是挑选的战士 要与以色列人征战 好将国夺回再归自己 但耶和华的话 临到神人 司马亚说 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 犹大王罗伯安 和住犹大 宾亚敏的 以色列众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可上去 与你们的弟兄争战 各归各家去吧 因为这事出于我 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 归回不去与耶罗伯安征战 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 在犹大地修筑成意 为保障 修筑伯利恒 以坦 提戈亚 伯素 缩戈 亚多兰 加特 玛丽莎 西福 亚多莱因 拉吉 亚西加 索拉 亚雅伦 西伯伦 这都是犹大和宾亚敏的坚固城 罗伯安又坚固各处的保障 在其中安置军长 又预备下粮食 油 酒 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枪 且使成极其坚固 犹大和宾亚敏都归了他 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 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 利未人撇下他们的交业和产业 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 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 拒绝他们 不许他们供祭司职份 释奉耶和华 耶罗伯安为秋坛 为鬼魔 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 设立祭司 以色列各支派中 凡立定心意 寻求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 都随从利未人 来到耶路撒冷 祭祀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这样就兼顾犹大国 使所罗门的儿子 罗伯安 强盛三年 因为他们三年 遵行大魏和所罗门的道 罗伯安娶大魏儿子 耶利摩的女儿 马哈拉为妻 又娶耶西儿子 以利亚的女儿 亚比海为妻 从他生了几个儿子 就是耶乌施 士玛利亚 撒罕 后来又娶 鸭沙龙的女儿 马家 从他生了 亚比亚 亚太 希撒 士罗密 罗伯安娶 十八个妻 立六十个妾 生二十八个儿子 六十个女儿 他却爱 鸭沙龙的女儿 马家 比爱别的妻妻更甚 罗伯安 立马家的儿子 亚比亚 做太子 在他弟兄中为首 因为想要立他 接续做王 罗伯安 办事精明 使他众子 分散在犹大 和宾亚敏全地 各坚固城里 又赐他们许多粮食 为他们多寻妻子 历代至下 第十二章 罗伯安的国坚立 他强盛的时候 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 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 罗伯安往第五年 埃及网 士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因为王和民 得罪了耶和华 士撒带战车 一千二百辆 马兵六万 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 路比人 苏基人 和古诗人 多得不可胜数 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 就来到耶路撒冷 那时 犹大的首领 因为誓撒 就聚集在耶路撒冷 有先知 士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 对他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离弃了我 所以我使你们落在士撒手里 于是 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 耶和华是公义的 耶和华见他们自卑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士玛雅说 他们既自卑 我必不灭绝他们 必是他们略得拯救 我不借着士撒的手 将我的怒气 倒在耶路撒冷 然而 他们必做士撒的仆人 好叫他们知道 服侍我 与服侍外邦人 有何分别 于是 埃及王士撒上来 攻取耶路撒冷 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 尽都带走 又夺去索罗门制造的金盾牌 罗伯安王制造同盾牌 代替那金盾牌 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 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 护卫兵就拿着盾牌 随后仍将盾牌送回 放在护卫房 王自卑的时候 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 不将他灭绝 并且在犹大中间 也有善意的事 罗伯安王自强 在耶路撒冷作王 他登基的时候 年41岁 在耶路撒冷 就是耶和华 从以色列众志派中 所选择立他名的城 作王17年 罗伯安的母亲 名叫拿玛 是亚门人 罗伯安行恶 因他不立定心意 寻求耶和华 罗伯安所行的事 自始至终 不都写在先知 司马亚和先见亦多的史记上吗 罗伯安与耶罗伯安 时常征战 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里 他儿子亚比亚 接续他作王 历代至下 第十三章 耶罗伯安王十八年 亚比亚登基作犹大王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 他母亲名叫米盖亚 是基比亚人乌烈的女儿 亚比亚常与耶罗伯安征战 有一次 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四十万百镇 都是勇敢的战士 耶罗伯安也挑选 大能的勇士八十万 对亚比亚摆阵 亚比亚站在 以法连山地中的 喜马连山上 说 耶罗伯安和 以色列众人 要听我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曾立岩月 将以色列国 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 你们不知道吗 无奈大卫儿子 所罗门的臣仆 尼巴儿子耶罗伯安 起来背叛他的主人 有些无奈的匪徒 聚集跟从他 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 罗伯安 那时 罗伯安还幼弱 不能抵挡他们 现在你们有意抗拒 大卫子孙手下 所治耶和华的国 你们的人也甚多 你们那里 又有耶罗伯安 为你们所造 当作神的金牛犊 你们不是驱逐 耶和华的祭司 亚伦的后裔和立位人吗 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 为自己立祭司吗 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 七只公绵羊 将自己分别出来 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 至于我们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我们并没有离弃他 我们有释放耶和华的祭司 都是亚伦的后裔 并有立位人各尽其职 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凡祭 烧美香 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陈设饼 又有金灯台和灯盏 每晚点起 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 我们神的命 唯有你们离弃了他 率领我们的是神 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 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 以色列人啊 不要与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神征战 因你们必不能哼痛 耶罗伯安却在 犹大人的后头设伏兵 这样 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 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 犹大人回头观看 见前后都有伏兵 就呼求耶和华 祭司也吹号 于是犹大人呐喊 犹大人呐喊的时候 神就是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 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 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 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 亚比亚和他的军兵 大大杀戮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 有五十万 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 犹大人得圣 是因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亚比亚追赶耶罗伯安 攻取了他的几座城 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镇室 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镇室 以法拉因和属以法拉因的镇室 亚比亚在世的时候 耶罗伯安不能在墙上 耶和华攻击他 他就死了 亚比亚却渐渐墙上 娶七妾十四个 生了二十二个儿子 十六个女儿 亚比亚其余的事和他的言行 都写在先知亦多的传上 历代至下 第十四章 亚比亚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里 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 亚撒年鉴 国中太平十年 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 看为善为正的事 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 打碎筑像 砍下木偶 吩咐犹大人 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遵行他的律法诫命 又在犹大各成义 除掉丘坛和日相 那时国享太平 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 国中太平数年 没有战争 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 他对犹大人说 我们要建造这些城义 四围筑墙盖楼 安门坐栓 地还属我们 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既寻求他 他就赐我们四敬平安 于是建造城义 诸事亨通 亚撒的军兵出自犹大 拿盾牌拿枪的三十万人 出自变亚敏 拿盾牌拉弓的二十八万人 这都是大能的勇士 由古师王谢拉 率领军兵一百万 战车三百辆 出来攻击犹大人 到了玛丽莎 于是亚撒出去与他迎敌 就在玛丽莎的西法谷彼此百战 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 说 耶和华呀 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 胜过强盛的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仰赖你 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 耶和华呀 你是我们的神 不要容忍胜过你 于是 耶和华使古师人 败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 古师人就逃跑了 亚撒和跟随他的军兵 追赶他们 直到基拉尔 古师人被杀得甚多 不能在墙上 因为败在耶和华与他军兵面前 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 又打破基拉尔思维的诚意 耶和华使其中的人都甚恐惧 犹大人又将所有的城掳掠一空 因其中的财物甚多 又毁坏了群处的眷 夺取许多的羊和骆驼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历代至下 第十五章 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 他出来迎接亚撒 对他说 亚撒和犹大边亚民众人 要听我说 你们若顺从耶和华 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 你们若寻求他 就必寻见 你们若离弃他 他必离弃你们 以色列人不信真神 没有训会的祭祀 也没有律法 已经好久了 但他们在急难的时候 归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寻求他 他就被他们寻见 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 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 这国攻击那国 这城攻击那城 互相破坏 因为神用各样灾难 扰乱他们 现在你们要刚强 不要手软 因你们所行的 必得赏赐 亚撒听见这话 和俄德儿子 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 就撞起胆来 在犹大边雅敏全地 并以法连山地所夺的各城 将可增之物尽都除掉 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 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 又召聚犹大边雅敏的众人 并他们中间寄居的 以法连人 马拿西人 西缅人 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 因见耶和华他的神 与他同在 亚撒十五年三月 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当日 他们从所取的卤物中 将牛七百只 羊七千只 献给耶和华 他们就立约 要尽心尽性地 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凡不寻求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 无论大小男女 必备至死 他们就大声欢呼 吹号吹脚 向耶和华起誓 有大众人为所起的誓欢喜 因他们是尽心起誓 尽意寻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 且使他们四尽平安 亚撒王贬了他祖母 马家太后的位 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 亚舍拉 亚撒砍下他的偶像 倒得粉碎 烧在吉伦西边 只是丘坛 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 然而 亚撒的心 一生成实 亚撒 将他父所分别为圣 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 金银和器皿 都奉到神的殿里 从这时 直到亚撒三十五年 都没有征战的事 历代至下 第十六章 亚撒三十六年 以色列王巴沙 上来攻击犹大 修筑拉玛 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 于是 亚撒从耶和华殿 和王宫的府库里 拿出金银来 送与驻大马士革的 亚兰王辩哈达 说 你父曾与我父立岳 我与你也要立岳 现在 我将金银送给你 求你废掉 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岳 使他离开我 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 派军长去攻击 以色列的成义 他们就攻破乙云 弹 亚伯马因 和拿弗塔利 一切的击获成 巴沙听见就停工 不休住拉玛了 于是 亚撒王率领 犹大众人 将巴沙修筑 拉玛所用的石头 木头都运去 用以修筑 加巴和米斯巴 那时 先见哈拿尼 来见犹大王亚撒 对他说 因你仰赖亚兰王 没有仰赖 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亚兰王的军兵 脱离了你的手 古石人 路比人的军队 不是盛大吗 战车马兵 不是极多吗 只因你仰赖 耶和华 他便将他们 交在你手里 耶和华的眼目 便查全地 要显大能 帮助向他 心存诚实的人 你这事行得愚昧 此后 你必有征战的事 亚撒 因此恼恨先见 将他囚在监里 那时 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 亚撒所行的事 自始至终 都写在犹大和 以色列诸王记上 亚撒做王三十九年 他脚上有病 而且慎重 病的时候 没有求耶和华 只求医生 他做王四十一年而死 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 自己所凿的坟墓里 放在床上 其床堆满各样 辛香的香料 就是按做香的做法 调和的香料 又为他烧了许多的物件 历代至下 第十七章 亚撒的儿子 约沙法 接续他做王 奋勇自强 防备以色列人 安置军兵 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 又安置房兵 在犹大帝 和他父亚撒所得 以法连的诚意中 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 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 不寻求巴力 只寻求他父亲的神 遵行他的诫命 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 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 犹大众人给他进贡 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 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 并且从犹大 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 他做王第三年 就差遣臣子变亥伊勒 俄巴迪 撒加利亚 拿坦叶 米盖亚 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 同的他们有立位人 又有祭司以利沙玛 约兰同着他们 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 走遍犹大各城 教训百姓 耶和华是犹大四维的列国 都甚恐惧 不敢与约沙法争战 有些菲利士人 与约沙法送礼物 纳供银 阿拉伯人也送他 公棉羊七千七百只 公山羊七千七百只 约沙法日渐强大 在犹大建造营寨和积货城 他在犹大城邑中 有许多工城 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 就是大能的勇士 他们的树木 按照宗族记在下面 犹大族的千夫长 亚拿为首 率领大能的勇士三十万 其次是千夫长 约哈南 率领大能的勇士二十八万 其次是西基利的儿子 亚马斯亚 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 率领大能的勇士二十万 遍亚敏族是大能的勇士 以利亚大 率领拿弓箭和盾牌的二十万 其次是约萨拔 率领预备打仗的十八万 这都是伺候王的 还有王在犹大全地 坚固城所安置的 不在其内 历代至下 第十八章 约萨法大有尊荣之才 就与亚哈结亲 过了几年 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 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 宰了许多牛羊 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激烈的拉末 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萨法说 你肯同我去攻取激烈的拉末吗 他回答说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 必与你同去征战 约萨法对以色列王说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于是 以色列王招聚先知四百人 问他们说 我们上去攻取激烈的拉末 可以不可以 他们说 可以上去 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 约萨法说 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可以求问他吗 以色列王对约萨法说 还有一个人 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只是我恨他 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极语 常说凶言 约萨法说 王不必这样说 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太监来 说 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该亚召来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萨法 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控场上 各穿朝服坐在位上 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 吉拿拿的儿子西底加造了两个铁角 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 直到将他们灭尽 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 说 可以上激烈的拉莫去 必然得胜 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 那去照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 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极言 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 也说极言 米该亚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的神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米该亚到王面前 王问他说 米该亚呀 我们上去攻取激烈的拉莫可以不可以 他说 可以上去 必然得胜 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 王对他说 我当嘱咐你几次 你才奉耶和华的名 向我说实话呢 米该亚说 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耶和华说 这民没有主人 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 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极语 但说凶言吗 米该亚说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万君势力在他左右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 上激烈的拉末去阵亡呢 这个就这样说 那个就那样说 随后 有一个神灵出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说 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说 你用何法呢 他说 我去 要在他众仙之口中 做谎言的灵 耶和华说 这样你必能引诱他 你去如此行吧 现在 耶和华使谎言的灵 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 并且耶和华 已经命定降祸于你 吉拿拿的儿子西底加 前来打米该亚的脸 说 耶和华的灵 从哪里离开我 与你说话呢 米该亚说 你进严密的屋子 藏躲的那日 就必看见了 以色列王说 将米该亚带回 交给义宰亚门 和王的儿子约阿世 说 王如此说 把这个人下在尖里 使他受苦 吃不饱喝不足 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 米该亚说 你若能平安回来 那就是耶和华 没有借我说这话了 又说 众民啊 你们都要听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 上激烈的拉末去了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要改装上阵 你可以仍穿王服 于是 以色列王改装 他们就上阵去了 先是亚兰王 吩咐车兵长说 他们的兵将 无论大小 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 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 车兵长看见 约沙法便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 就转过去与他征战 约沙法一呼喊 耶和华就帮助他 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 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 就转去不追他了 有一人随便开弓 恰巧射入 以色列王的甲缝里 王队赶车的说 我受了重伤 你转过车来 拉我出阵吧 那日 阵势越战越猛 以色列王 勉强站在车上 抵挡亚兰人 直到晚上 约在日落的时候 王就死了 历代至下 第十九章 尤大王约沙法 平平安安的回耶路撒冷 到宫里去了 先见哈纳尼的儿子耶护 出来迎接约沙法王 对他说 你岂当帮助恶人 爱那恨恶 耶和华的人呢 因此 耶和华的愤怒 临到你 然而 你还有善行 因你从国中 除掉木偶 立定心意 寻求神 约沙法 住在耶路撒冷 以后又出寻民间 从别是巴 直到以法连山地 引导民 归向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又在犹大国中 遍地的坚固城里 设立审判官 对他们说 你们办事应当谨慎 因为你们判断 不是为人 乃是为耶和华 判断的时候 他必与你们同在 现在 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 谨慎办事 因为 耶和华我们的神 没有不义 不偏待人 也不受贿赂 约沙法 从立位人和祭司 并以色列族长中 派定人 在耶路撒冷 为耶和华判断 听民间的争颂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约沙法 嘱咐他们说 你们当敬畏耶和华 忠心诚实办事 住在各城里 你们的弟兄 若有征颂的事 来到你们这里 或未流血 或犯律法 诫命 律例 典章 你们要警戒他们 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 以致他的愤怒 临到你们 和你们的弟兄 这样行 你们就没有罪了 凡属耶和华的事 由大祭司 亚玛利亚管理你们 凡属王的事 由犹大支派的族长 以什玛利的儿子 西巴蒂亚管理你们 在你们面前 有立位人 做官长 你们应当壮胆办事 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 历代至下 第二十章 此后 摩亚人和亚玛人 又有米乌尼人 一同来攻击约沙法 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 从海外亚兰那边 有大军来攻击你 如今 他们在哈西逊他马 就是隐积底 约沙法便惧怕 定义寻求耶和华 在犹大全地宣告进食 于是犹大人聚会 求耶和华帮助 犹大各城 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 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 站在耶和华殿的心愿前 说 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 你不是天上的神吗 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 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 无人能抵挡你 我们的神啊 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面前 驱逐这地的居民 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 永远为业吗 他们住在这地 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 说 堂有祸患临到我们 或刀兵栽殃 或瘟疫饥荒 我们在急难的时候 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 你必垂听而拯救 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 从前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 你不容以色列人 侵犯亚门人 摩押人 和西尔山人 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 不灭绝他们 看啊 他们怎样报复我们 要来驱逐我们 处理你的地 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 我们的神啊 你不惩罚他们吗 因为我们无力抵挡 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 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 我们的眼目 但仰望你 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 妻子 儿女 都站在耶和华面前 那时 耶和华的灵 在会中 临到立位人 亚萨的后裔 马太亚的玄孙 耶利的曾孙 比拿亚的孙子 撒加利亚的儿子 亚哈西 他说 犹大众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 和约沙法王 你们请听 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 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 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 乃在乎神 明日 你们要下去迎敌 他们是从西斯坡上来 你们必在耶鲁伊勒 旷野前的谷口 遇见他们 犹大和耶路撒冷人 这次你们不要争战 要摆阵站着 看耶和华 为你们施行拯救 不要恐惧 也不要惊慌 明日当出去迎敌 因为耶和华 与你们同在 约沙法就面福于地 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 叩拜耶和华 哥侠族和可拉族的立位人 都起来 用极大的声音 赞美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此日清早 众人起来往提戈亚的旷野去 出去的时候 约沙法站着说 有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要听我说 信耶和华你们的神 就必立吻 信他的先知 就必哼痛 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 就设立歌唱的人 送赞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走在军前 赞美耶和华说 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服兵 基沙纳来攻击 犹大人的亚美人 摩亚人和西尔山人 他们就被打败了 因为亚美人和摩亚人起来 基沙驻西尔山的人 将他们灭尽 灭尽驻西尔山的人之后 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 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 向那大军观看 见尸横遍地 没有一个逃脱的 约沙法和他的百姓 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 在尸手中 建了许多财物珍宝 他们剥脱下来的 多得不可携带 因为甚多 只收取了三日 第四日 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 在那里称颂耶和华 因此 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 直到今日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 都欢欢喜喜地 回耶路撒冷 约沙法率领他们 因为耶和华 使他们战胜仇敌 就欢喜快乐 他们弹琴 鼓塞 吹号 来到耶路撒冷 进了耶和华的殿 列邦诸国 听见耶和华 战败以色列的仇敌 就甚惧怕 这样 约沙法的国得享平安 因为神赐他 四敬平安 约沙法做犹大王 登基的时候 年三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 做王二十五年 他母亲名叫阿苏巴 乃士丽西的女儿 约沙法 效法他父亚撒 所行的 不偏左右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 归向他们列祖的神 约沙法 其余的事 自始至终 都写在哈拿尼的儿子 耶路的书上 也载入 以色列诸王记上 此后 尤大王约沙法 与以色列王亚哈谢 交好 亚哈谢 行恶太善 二王合伙造船 要往他失去 遂在以寻加别造船 那时 玛丽莎人 多大瓦的儿子 以利以谢 向约沙法预言说 因你与亚哈谢交好 耶和华必破坏 你所造的 后来 那船果然破坏 不能往他失去了 历代至下 第二十一章 约沙法 约沙法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兰 接续他作王 约兰有几个兄弟 就是约沙法的儿子 亚撒利亚 耶歇 撒加利亚 亚撒利亚 和犹大帝的坚固城 赐给他们 但将国赐给约兰 因为他是长子 约兰兴起 做他父的位 奋勇自强 就用刀杀了 他的众兄弟 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 约兰登基的时候 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 作王八年 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与亚哈家一样 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 为妻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 却因自己 与大魏所立的约 不肯灭大魏的家 照他所应许的 永远赐灯光 与大魏和他的子孙 约兰年间 以东人背叛犹大 脱离他的权下 自己立王 约兰就率领军长 和所有的战车 夜间起来 攻击围困他的 以东人和车兵长 这样 以东人背叛犹大 脱离他的权下 直到今日 那时 利拿人也背叛了 因为约兰离弃 耶和华他列祖的神 他又在 犹大珠山建筑 秋潭 使耶路撒冷的居民 行邪淫 诱惑犹大人 先知以利亚 答信 约兰说 耶和华 你祖大魏的神 如此说 因为 你不行 你父 约沙法 和尤大王 亚撒的道 乃行 以色列 诸王的道 使犹大人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行邪淫 像亚哈家一样 又杀了你父家 比你好的诸兄弟 故此 耶和华将大灾 与你的百姓 和你的妻子儿女 并你一切所有的 你的肠子必患病 日加沉重 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 以后 耶和华激动菲利士人 和靠近古时的阿拉伯人 来攻击约兰 他们上来攻击犹大 侵入境内 掳掠了王宫里 所有的财户 和他的妻子儿女 除了他小儿子 约哈斯之外 没有留下一个儿子 这些事以后 耶和华使约兰的肠子 患不能医治的病 他患此病缠绵日久 过了二年 肠子坠落下来 病重而死 他的民没有为他 烧什么物件 像从前为他列祖所烧的一样 约兰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 他去世无人私墓 众人葬他在大卫城 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 历代至下 第二十二章 耶路撒冷的军民 立于约兰的小儿子 亚哈谢 接续他做王 因为跟随阿拉伯人 来攻营的军兵 曾杀了亚哈谢的众兄长 这样 有大王约兰的儿子 亚哈谢做了王 亚哈谢登基的时候 年四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 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 是案例的孙女 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 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 使他行恶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像亚哈家一样 因他父亲死后 有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 以致败坏 他听从亚哈家的计谋 同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 往激烈的拉末去 与亚兰王哈薛征战 亚兰人打伤了约兰 约兰回到耶稣列 医治在拉末 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 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撒利亚 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 就吓到耶稣列看望他 亚哈谢去见约兰 就被害了 这是出乎神 因为他到了 就同约兰出去攻击凝视的孙子耶护 这耶护是耶和华所告 使他捡除亚哈家的 耶护讨亚哈家罪的时候 遇见犹大的众首领 和亚哈谢的众侄子服侍亚哈谢 就把他们都杀了 亚哈谢藏在撒玛利亚 耶护寻找他 众人将他拿住 送到耶护那里 就杀了他 将他葬埋 因他们说 他是那尽心寻求 耶和华之约沙法的儿子 这样 亚哈谢的家 无力保守国权 亚哈谢的母亲亚塔利亚 见他儿子死了 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 但王的女儿约士巴 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师 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 把他和他的乳母 都藏在卧房里 约士巴是约兰王的女儿 亚哈谢的妹子 祭司耶和耶大的妻 他收藏约阿师 躲避亚塔利亚 免得被杀 约阿师和他们 一同藏在神殿里六年 亚塔利亚 窜了国位 历代至下 第23章 第7年 耶和耶大奋勇自强 将百夫长耶罗汉的儿子 亚撒利亚 约哈南的儿子 以什玛利 俄贝德的儿子 亚撒利亚 亚大亚的儿子 马西亚 戏基利的儿子 以利沙法照来 与他们立约 他们走遍犹大 从犹大各城里 招聚立位人 和以色列的众族长 到耶路撒冷来 惠众在神殿里 与王立约 耶和耶大 对他们说 看啊 王的儿子 必当作王 正如耶和华 指着大魏子孙 所应许的话 又说 你们当这样行 祭司和立位人 搬安息日进班的 三分之一 要把守各门 三分之一 要在王宫 三分之一 要在基址门 众百姓 要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除了祭司 和供职的立位人之外 不准别人 进耶和华的殿 唯独他们 可以进去 因为他们圣洁 众百姓 要遵守 耶和华所吩咐的 立位人 要手中各拿兵器 四位护卫王 凡善入殿雨的 必当致死 王出入的时候 你们当跟随他 立位人 和犹大众人 都照着祭司 耶和耶大 一切所吩咐的句行 各代所管 安息日 进班出班的人来 因为祭司 耶和耶大 不许他们下班 祭司 耶和耶大 便将神殿里 所藏 大魏王的枪 盾牌 挡牌 交给百佛长 又分派 众民 手中 各拿兵器 在弹劾殿那里 从殿右 直到殿左 站在 王子的四围 于是 领王子出来 给他 带上冠冕 将律法书 交给他 立他 作王 耶和耶大 和众子 告他 众人说 愿王万岁 亚他利亚 听见民 奔走 赞美王的声音 就到民那里 进 耶和华的殿 看见 王 站在 殿门的柱旁 百夫掌 和吹号的人 势力在 王左右 国民 都欢乐 吹号 又有歌唱的 用各样的乐器 领人歌唱赞美 亚他利亚 就撕裂衣服 喊叫说 反了 反了 祭司 耶和耶大 带管辖军兵的 百夫长出来 吩咐他们说 将他赶到班外 凡跟随他的 必用刀杀死 因为祭司说 不可在 耶和华殿里 杀他 众兵就 闪开 让他去 他走到 王宫的 马门 便在那里 把他杀了 耶和耶大 与众民和 王立约 都要做 耶和华的民 于是 众民都到 巴黎庙 拆毁了庙 打碎 坛和像 又在 坛前 将巴黎的 祭司 马坦杀了 耶和耶大 派官 看守 耶和华的殿 是在 祭司 立位人 手下 这 祭司 立位人 是大魏 分派在 耶和华殿中 照摩西 律法上 所写的 给 耶和华 献凡祭 又按 大魏 所定的 例 欢乐 歌唱 且 设立 守门的 把守 耶和华殿的 各门 无论为何事 不洁净的人 都不准进去 有率领百夫长 和贵咒 与民间的 官长 并国中的 众民 请王从 耶和华殿下来 由上门 进入王宫 立王 坐在 国位上 国民都欢乐 合成都安静 众人已将 亚他利亚 用刀杀了 历代 至下 第24章 约阿师 登基的时候 年七岁 在耶路撒冷 坐王四十年 他母亲 名叫西比亚 是别士巴人 祭司 耶和耶大 在世的时候 约阿师 行耶和华眼中 抗为正的事 耶和耶大 为他 娶了两个妻 并且 生儿养女 此后 约阿师 有意 重修 耶和华的殿 便召具 众祭司 和立位人 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往 犹大各城去 使以色列众人 捐纳银子 每年 可以修理 你们神的殿 你们要 急速 办理这事 只是 立位人 不急速 办理 王召了 大祭司 耶和耶大 来 对他说 从前 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 为法贵的账目 与以色列会众 所定的捐项 你为何不叫 立位人 照这利 从犹大和耶路撒冷 带来 做殿的费用呢 因为那恶父 亚太利亚的众子 曾拆回神的殿 又用耶和华殿中 分别为圣的物 供奉八例 于是 王下令 众人 坐了一柜 放在 耶和华殿的门外 又通告 犹大和 耶路撒冷的百姓 要将 神仆人 摩西 在旷野 所吩咐 以色列人的捐项 给 耶和华送来 众首领和百姓 都欢欢喜喜的 将银子送来 投入柜中 直到捐完 立位人 见银子多了 就把柜 抬到王所派的 私室面前 王的书记 和大祭司的属员来 将柜 倒空 仍放在原处 日日 都是这样 积蓄的银子 甚多 王与耶和耶大 将银子 交给 耶和华殿里 办事的人 他们就雇了 石匠 木匠 重修 耶和华的殿 又雇了 铁匠 铜匠 修理 耶和华的殿 工人操作 渐渐修成 将神殿 修造的 与从前一样 而且 甚是 坚固 工程完了 他们就把 其余的银子 拿到 王与 耶和耶大 面前 用以制造 耶和华殿 供奉所用的 器皿和 调羹 并金银的 器皿 耶和耶大 在世的时候 众人 常在 耶和华殿里 献繁祭 耶和耶大 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 而死 死的时候 年 一百三十岁 葬在 大卫城 猎王的 坟墓里 因为 他在 以色列人中 行善 又 侍奉神 修理 神的殿 耶和耶大 死后 犹大的众首领 来朝拜 王 王就 听从 他们 他们离弃 耶和华 他们列祖 神的殿 去 侍奉 亚舍拉 和 偶像 因他们 这罪 就有 愤怒 临到 犹大 和 耶路撒冷 但神仍遣 先知到 他们那里 引导 他们 归向 耶和华 这先知 警戒 他们 他们 却不肯 听 那时 神的灵 感动 祭司 耶和耶大的 儿子 撒加利亚 他就 站在上面 对民说 神 如此说 你们 为何 干犯 耶和华 的 诫命 以致 不得 亨通 因为 你们 离弃 耶和华 所以 他也 离弃 你们 众民 同心 谋害 撒加利亚 就 照王的 吩咐 在 耶和华 殿的 院内 用石头 打死 他 这样 约阿师王 不想念 撒加利亚的 父亲 耶和耶大 向自己 所施的恩 杀了 他的儿子 撒加利亚 临死 的时候 说 愿耶和华 建察 深渊 满了一年 亚兰的军兵上来 攻击约阿师 来到犹大和耶路撒朗 杀了民中的众首领 将所掠的财货送到大马师格王那里 亚兰的军兵虽来的一小队 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 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师 亚兰人离开约阿师的时候 他患重病 臣服背叛他 要抱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 杀他在床上 葬他在大卫城 只是不葬在猎王的坟墓里 背叛他的是亚门妇人士米亚的儿子撒拔 和摩亚妇人士米利的儿子约萨巴 至于他的众子和他所受的警戒 并他重修神殿的事 都写在猎王的传上 他儿子亚马谢 接续他作王 历代至下 第25章 亚马谢登基的时候年25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 他母亲名叫约耶旦 是耶路撒冷人 亚马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只是心不专程 国一坚定 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 却没有致死他们的儿子 是照摩西律法书上 耶和华所吩咐的 说 不可因子杀父 也不可因父杀子 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 亚马谢招聚尤大人 按着尤大和边亚敏的宗族 设立千夫长百夫长 有数典人数 从20岁以外 能拿枪拿盾牌出去打仗的精兵 共有三十万 又用银子一百塔连德 从以色列招募了十万大能的勇士 有一个神人来见亚马谢 对他说 王啊 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 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 以法连的后裔同在 你若一定要去 就奋勇征战吧 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 因为神能助人得胜 也能使人轻败 亚马谢问神人说 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一百塔连德银子 怎么样呢 神人回答说 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 于是亚马谢将那从以法连来的军兵 分别出来叫他们回家去 故此他们甚恼怒犹大人 气愤愤的回家去了 亚马谢撞击胆来 率领他的民到严谷 杀了希尔人一万 犹大人又生勤了一万 带到山崖上 从那里把他们扔下去 以至他们都摔碎了 但亚马谢所打发回去 不许一同出征的那些军兵 攻打犹大各城 从撒玛利亚直到伯和伦 杀了三千人 抢了许多财物 亚马谢杀了一同人回来 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 立为自己的神 在他面前叩拜烧香 因此 耶和华的怒气向亚马谢发作 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 说 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 你为何寻求他呢 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 王对他说 谁立你做王的谋事呢 你住口吧 为何找打呢 先知就止住了 又说 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戒 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 犹大王亚马谢与群臣商议 就差遣使者去见耶和的孙子 约哈斯的儿子 以色列王约阿师说 你来 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 以色列王约阿师差遣使者 去见犹大王亚马谢说 黎巴嫩的吉利 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 说 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 后来 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 把吉利践踏了 你说 看啊 我打败了乙东人 你就心高气傲 以至金矿 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 为何要惹祸 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 亚马谢却不肯听从 这是出乎神 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 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 于是 以色列王约阿师上来 在犹大的博士迈 与犹大王亚马谢 相见于战场 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 各自逃回家里去了 以色列王约阿师 在博士迈勤住约哈斯的孙子 约阿师的儿子 犹大王亚马谢 将他带到耶路撒冷 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从以法连门直到脚门 共四百种 又将俄比以东 所看守神殿里的一切金银和器皿 与王宫里的财宝都拿了去 并带人去为之 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 约阿师死后 犹大王约阿师的儿子 亚马谢又活了十五年 亚马谢其余的是 字史至终 不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吗 自从亚马谢离弃耶和华之后 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 他就逃到拉吉 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 将他杀了 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脱回 葬在犹大京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历代至下 第二十六章 犹大众民立亚马谢的儿子乌西亚 接续他父做王 那时他年十六岁 亚马谢与他列祖同税之后 乌西亚收回以路 人归犹大 又重新修理 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五十六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五十二年 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 是耶路撒冷人 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抗尾症的事 效法他父亚马谢一切所行的 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 在世的时候 乌西亚定义寻求神 他寻求 耶和华神就是他亨通 他出去攻击非力士人 拆毁了加特城 雅比尼城和亚什图城 在非力士人中 在亚什图境内 又建筑了些城 神帮助他攻击非力士人 和住在古尔巴利的阿拉伯人 并米乌尼人 亚马人给乌西亚进贡 他的名声传到埃及 因他甚是墙上 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脚门和谷门 并城墙转弯之处 建筑城楼 且甚坚固 又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 挖了许多井 因他的牲畜甚多 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 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 因为他喜悦农事 乌西亚又有军兵 照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亚所数典的 在王的一个将军哈纳尼亚手下 分队出战 族长大能勇士的总数 共有2600人 他们手下的军兵 共有30万7500人都有大能 善于征战 帮助王攻击仇敌 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盾牌 枪 盔 甲 弓和甩石的击弦 又在耶路撒冷 使巧匠做机器 安在城楼和角楼上 用以射箭发石 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 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 甚是强盛 他既强盛 就心高气傲 以致行事斜辟 干犯耶和华他的神 进耶和华的殿 要在香坛上烧香 祭司亚撒利亚 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 80人跟随他进去 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 对他说 乌西亚呀 给耶和华烧香 不是你的事 乃是亚伦子孙 承接圣旨祭司的事 你出圣殿吧 因为你犯了罪 你行这事 耶和华神 必不使你得荣耀 乌西亚就发怒 手拿香炉要烧香 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 在耶和华殿中 香坛旁众祭司面前 额上忽然发出大麻疯 大祭司亚撒利亚 和众祭司观看 见他额上发出大麻疯 就催他出殿 他自己也急速出去 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 乌西亚王长大麻疯直到死日 因此住在别的宫里 与耶和华的殿隔绝 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 治理国民 乌西亚其余的事 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 先知以赛亚所记的 乌西亚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亡灵的田间 他列祖的坟地里 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疯的 他儿子约坦接续他作王 历代至下 第27章 约坦登基的时候年25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 他母亲名叫耶路撒 是撒都的女儿 约坦行耶和华眼中抗尾症的事 效法他父 乌西亚一切所行的 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 百姓还行邪辟的事 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 在俄斐勒城上多有建造 又在犹大山地建造成意 在树林中建筑营寨和高楼 约坦与亚门人的王打仗 胜了他们 当年他们进贡 云一百他连德 小麦一万戈尔 大麦一万戈尔 第二年第三年也是这样 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 以至日渐强盛 约坦其余的事和一切战争 并他的行为 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纪上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 约坦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里 他儿子亚哈斯 接续他作王 历代至下 第二十八章 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 不像他祖大卫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又铸造巴黎的像 并且在心嫩子谷烧香 用火焚烧他的儿女 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 所驱逐的外邦人 那可憎的事 并在秋坛上 山岗上 各青翠树下 献祭烧香 所以耶和华他的神 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 亚兰王打败他 掳了他许多的民 带到大马士阁去 神又将他交在 以色列王手里 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 利玛丽的儿子比加 一日杀了犹大人十二万 都是勇士 因为他们离弃了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有一个以法连中的勇士 名叫西基利 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 和管理王公的亚斯利干 并宰相以利加拿 以色列人 掳了他们的弟兄 连妇人带儿女 共有二十万 又掠了许多的财物 带到撒玛利亚去了 但那里有 耶和华的一个先知 名叫俄德 出来迎接 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 对他们说 因为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神 恼怒犹大人 所以将他们 交在你们手里 你们竟怒气冲天 大行杀戮 如今 你们又有意 抢逼犹大人 和耶路撒冷人 做你们的奴婢 你们岂不也有 得罪耶和华 你们神的事吗 现在 你们当听我说 要将鲁来的弟兄 释放回去 因为耶和华 向你们 已经大发烈怒 于是 以法连人的几个组长 就是约哈南的儿子 亚撒利亚 米什利默的儿子 比利加 沙龙的儿子 耶西西加 哈德莱的儿子 亚马撒 起来拦挡 出兵回来的人 对他们说 你们不可 带尽这贝鲁的人来 你们想要 使我们得罪 耶和华 加增我们的罪恶过半 因为 我们的罪过甚大 已经有列怒 临到以色列人了 于是 带兵器的人 将掳来的人口 和掠来的财物 都留在众首领 和会众的面前 以上提名的那些人 就站起 使被掳的人前来 其中有赤身的 就从所掠的财物中 拿出衣服和鞋来 给他们穿 又给他们吃喝 用膏抹他们 其中有软弱的 就是他们骑驴 送到宗树城 耶利哥他们弟兄那里 随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那时 亚哈斯王差遣人 去见亚树诸王 求他们帮助 因为以东人 又来攻击尤大 掳掠子民 菲利士人也来侵占 高原和犹大南方的诚意 取了博士迈 亚雅伦 基迪罗 缩戈 和属缩戈的乡村 廷纳和属廷纳的乡村 锦锁和属锦锁的乡村 就住在那里 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 在犹大放肆 大大干犯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是犹大卑微 亚树王提格拉皮尼瑟上来 却没有帮助他 反倒欺凌他 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 和王宫中 并首领家内索取的财宝 给了亚树王 这也无济于事 这亚哈斯王在急难的时候 越发得罪耶和华 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士革之神 说 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 我也献祭于他 他好帮助我 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 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 都锯了来毁坏了 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 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 建筑祭坛 又在犹大哥城建立秋坛 与别神烧香 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 亚哈斯其余的事和他的行为 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 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耶路撒冷城里 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 他儿子西西加接续他作王 历代至下 第二十九章 西西加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 他母亲名叫亚比亚 是撒加利亚的女儿 西西加行耶和华眼中抗卫症的事 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 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 重新修理 他召众祭司和立位人来 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 对他们说 立位人啊 当听我说 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 又洁净耶和华 你们列祖神的殿 从上所中除去污秽之物 我们列祖犯了罪 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离弃他 转脸背向他的居所 封锁狼门 吹灭灯火 不在圣所中 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烦祭 因此 耶和华的愤怒 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 令人惊骇 痴笑 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 所以我们的祖宗倒在刀下 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 现在我心中有意 与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立约 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 我的众子啊 现在不要懈怠 因为耶和华 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 释放他 与他烧香 于是 利维仁格侠的子孙 亚马赛的儿子马哈 亚撒利亚的儿子约尔 米拉利的子孙 亚伯底的儿子基士 耶哈利勒的儿子亚撒利亚 格顺的子孙 新马的儿子约亚 约亚的儿子伊甸 以利撒凡的子孙 生利和耶利 亚撒的子孙 撒加利亚和马探亚 西曼的子孙 耶歇和士美 耶渡顿的子孙 士玛亚和乌靴 起来聚集他们的弟兄 洁净自己 照着王的吩咐 耶和华的命令 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 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 要洁净殿 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 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内 利为人接去 搬到外头吉伦西边 从正月初一日 洁净起 初八日 到了耶和华的殿廊 用八日的功夫 洁净耶和华的殿 到正月十六日 才洁净完了 于是 他们觐见西西加王说 我们已将 耶和华的全殿和樊祭坛 并坛的一切器皿 陈设并的桌子 与桌子的一切器皿 都洁净了 并且亚哈斯王在位犯罪的时候 所废弃的器皿 我们预备齐全 且洁净了 现今都在耶和华的谈前 西西加王清早起来 聚集成立的首领 都上耶和华的殿 牵了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七只羊羔 七只公山羊 要为国 为殿 为犹大人 做赎罪祭 王吩咐 亚伦的子孙 中祭司 献在耶和华的坛上 就宰了公牛 祭司接血 撒在坛上 宰了公羊 把血 撒在坛上 又宰了羊羔 也把血 撒在坛上 把那 做赎罪祭的 公山羊 牵到王和 惠仲面前 他们就 按手 在旗上 祭司宰了羊 将血 献在坛上 做赎罪祭 为以色列众人赎罪 因为 王吩咐 将凡祭 和赎罪祭 为以色列众人献上 王又派 立位人 在耶和华殿中 敲拨 古色 弹琴 乃照大卫 和他先见迦德 并先知拿丹 所吩咐的 就是耶和华 借先知 所吩咐的 立位人 拿大卫的乐器 祭司拿号 一同战立 西西家吩咐 在坛上献凡祭 凡祭一献 就唱赞美 耶和华的歌 用号 并用以色列王 大卫的乐器 相和 会众都敬拜 歌唱的歌唱 吹号的吹号 如此 直到凡祭献完了 献完了祭 王和一切 跟随的人 都俯伏敬拜 西西家王 与众首领 又吩咐立位人 用大卫和先见 亚撒的诗词 送赞耶和华 他们就欢欢喜喜地 送赞耶和华 第一头敬拜 西西家说 你们既然归 耶和华为圣 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谢祭 奉到耶和华殿里 会众就把祭物和感谢祭奉来 凡甘心乐意的 也将凡祭奉来 会众所奉的凡祭如下 公留七十支 公羊一百支 羊羔二百支 这都是做凡祭献给耶和华的 又有分别为圣之物 公留六百支 绵羊三千支 但祭司太少 不能拨进凡祭生的皮 所以他们的弟兄 立位仁帮助他们 只等凡祭的事完了 又等别的祭司自杰了 因为立位仁诚心自杰 胜过祭司 凡祭和平安祭生的支由 并凡祭同献的奠祭甚多 这样 耶和华殿中的事物 巨都齐备了 这事办得慎素 西西加和众民都喜乐 是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 历代至下 第三十章 西西加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 又写信给以法连和马拿西人 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 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 因为王和众首领 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 要在二月内守逾越节 正月间他们不能守 因为自觉的祭司尚不服用 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 王与全会众都以这事为善 于是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 从别士巴直到旦 使他们都来 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 因为照所写的例 守这节的不多了 一族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 遵着王命传遍以色列和犹大 信内说 以色列人啊 你们当转向耶和华 亚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的神 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书王守的渔民 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和你们的弟兄 他们干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以致耶和华丢弃他们 使他们败亡 正如你们所见的 现在 不要向你们列祖应的景象 只要归顺耶和华 进入他的圣所 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 又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使他的列路转离你们 你们若转向耶和华 你们的弟兄和儿女 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 得以归回这地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 施怜悯 你们若转向他 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 一族就有这城跑到那城 传遍了以法连 马拿西 直到西布伦 那里的人却细笑他们 讥笑他们 然而 亚瑟 马拿西 西布伦中 也有人自卑 来到耶路撒冷 神也感动犹大人 使他们一心遵行 王与众首领 凭耶和华之言 所发的命令 二月 有许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 成为大会 要守除教节 他们起来 把耶路撒冷的祭坛和烧香的坛 尽都除去 抛在吉伦西中 二月十四日 宰了逾越节的羊羔 祭司与利未人觉得惭愧 就洁净自己 把凡祭放到耶和华殿中 遵着神人摩西的律法 赵丽 站在自己的地方 祭司从利未人手里 接过血来 撒在坛上 会中有许多人 尚未自节 所以利未人 为一切不节之人 在逾越节的羊羔 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 成为圣节 以法连 马拿西 以撒加 西布伦 有许多人尚未自节 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 不合所记录的定力 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 凡专心寻求神 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 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节 求至善的耶和华 也饶恕他 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 就饶恕百姓 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 大大喜乐 受除教节七日 利未人和祭司 用响亮的乐器 日日送赞耶和华 西西家为劳一切 善于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 于是 众人吃节言七日 又献平安祭 且向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认罪 全会众商议 要再首节七日 于是 欢欢喜喜的又首节七日 犹大王西西家赐给会众 公留一千只 扬七千只为祭物 众首领 也赐给会众 公留一千只 扬一万只 并有许多的祭司 洁净自己 犹大全会众 祭司立位人 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 会众和寄居的人 以及犹大寄居的人 尽都喜乐 这样 在耶路撒冷 大有喜乐 自从以色列王 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 没有这样的喜乐 那时 祭司立位人起来 为民祝福 他们的声音 蒙神垂听 他们的祷告 达到天上的圣索 历代至下 第31章 这事既都完毕 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 就到犹大的城邑 打碎筑像 砍断木偶 又在犹大 遍雅敏 以法连 马拿西遍地 将秋坛和祭坛 拆毁净进 于是 以色列众人 各回各城 各归各地 西西家派定 祭司立位人的班次 各按各职 献凡祭和平安祭 又在耶和华 殿门内 侍奉 祝奉 称谢 送赞 耶和华 网友从自己的产业中 定出份来为 凡祭 就是早晚的凡祭 和安息日 月朔 并节期的凡祭 都是按 耶和华 律法上 所载的 又吩咐 祝耶路撒冷的百姓 将祭司 立位人 所应得的份 给他们 使他们 专心遵守 耶和华的律法 遇旨一出 以色列人 就把出熟的 五谷 辛酒 油 蜜 和田地的出产 多多送来 又把各物的 十分之一 送来的极多 驻犹大哥城的 以色列人 和犹大人 也将流洋的 十分之一 并分别为圣 归耶和华 他们神之物 就是 十分取一之物 尽都送来 积成堆垒 从三月 积起 到七月 才完 西西迦和 众首领来 看见堆垒 就称颂 耶和华 又为 耶和华的民 以色列人 祝福 西西迦向 祭司 立位人 查问这堆垒 撒都家的 大祭司 亚撒利亚 回答说 自从 民将 贡物 送到 耶和华 殿以来 我们不但 吃饱 且剩下的 甚多 因为 耶和华 赐福 与他的民 所剩下的 才这样 丰盛 西西迦 吩咐在 耶和华 殿里 预备 仓房 他们就 预备了 他们 诚心将 贡物 和 十分取一之物 并分别 为圣之物 都搬入 仓内 立位人 立位人 戈南亚 掌管 这事 他兄弟 世美 为副馆 也些 亚撒西亚 拿哈 亚撒黑 耶利默 约萨巴 以列 伊斯玛基亚 马哈 比拿亚 都是都里 在戈南亚 和他兄弟 世美的手下 是西西迦 王和管理神殿 的亚撒利亚 所派的 守东门的 立位人 因拿的儿子 可利 掌管 乐意 献于神的礼物 发放 献于 耶和华的 贡物 和至圣的物 在他手下 有伊甸 民雅民 耶稣亚 士玛亚 亚玛利亚 释迦尼亚 在祭司的 各城里 供紧要的 职任 无论弟兄 大小 都按着 班次 分给他们 按家谱 三岁以外的 男丁 凡每日 进耶和华殿 按班次 供职的 也分给他 又按宗族 家谱 分给祭司 按班次 职任 分给 二十岁以外的 立位人 又按家谱 计算 分给他们 会中的 妻子 儿女 因他们 身贡要职 自洁 成上 按名 派定的人 要把 应得的 分给 亚伦子孙 住在 各城 郊野 祭司 所有的 男丁 和一切 载入 家谱的 立位人 西西 西西家 在 犹大 遍地 这样办理 行耶和华 他神眼中 看为善 为正 为忠的事 反他所行的 无论是 办神殿的事 是遵律法 守诫命 是寻求 他的神 都是尽心去行 无不亨通 历代至下 第32章 这虔诚的事以后 亚述王西拿基利 来侵入犹大 围困一切 坚固城 想要攻破 占据 西西家 见西拿基利来 定义 要攻打 耶路撒冷 就与首领 和勇士商议 塞住城外的 全员 他们就都 帮助他 于是 有许多人聚集 塞了一切全员 并通流国中的小河 说 亚述王来 为何让他 得着许多水呢 西西家 力图自强 就修筑 所有拆毁的城墙 高于城楼相骑 在城外 又住一城 兼顾大卫城的米罗 制造了许多 军器盾牌 设立军长 管理百姓 将他们 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 用话勉励他们说 你们当刚强壮胆 不要因亚述王 和跟随他的大军 恐惧惊慌 因为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 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壁 与我们同在的是 耶和华我们的神 他必帮助我们 为我们争战 百姓就靠 犹大王西西加的话 安然无惧了 此后 亚述王西拿基利 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吉 就差遣臣仆 到耶路撒冷 见犹大王西西加 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 说 亚述王西拿基利 如此说 你们倚靠什么 还在耶路撒冷 受困呢 西西加对你们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 必救我们脱离 亚述王的手 这不是诱惑你们 使你们受饥渴而死吗 这西西加 岂不是废去 耶和华的秋坛和祭坛 吩咐犹大 与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 在其上烧香吗 我与我列祖 向列邦所行的 你们岂不知道吗 列邦的神 何尝能救自己的国 脱离我手呢 我列祖所灭的国 哪些神中 谁能救自己的民 脱离我手呢 难道你们的神 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吗 所以你们不要叫西西加 这样欺哄诱惑你们 也不要信他 因为没有一国一帮的神 能救自己的民 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 何况你们的神 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西纳基利的臣仆 还有别的话 毁谤耶和华神 和他仆人西西加 西纳基利也写信 毁谤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说 列邦的神 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 西西加的神 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了 亚书王的臣仆 用犹大言语 向耶路撒冷城上的民 大声呼叫 要惊吓他们 扰乱他们 以便取成 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 如同论世上 人手所造的神一样 西西加王和亚摩斯的儿子 先知以赛亚 因此祷告 向天呼求 耶和华 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 进入亚书王营中 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 将帅尽都灭了 亚书王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 进了他神的庙中 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 用刀杀了他 这样 耶和华救西西加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脱离亚书王西拿基利的手 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 又赐他们四尽平安 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 将贡物献于耶和华 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加 此后 西西加在列邦人的眼中 看为尊大 那时西西加病得要死 就祷告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他 赐他一个兆头 西西加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 报答耶和华 因他心里骄傲 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 并耶路撒冷 但西西加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觉得心里骄傲 就一同自卑 以至耶和华的愤怒 在西西加的日子 没有临到他们 西西加大有尊荣之才 建造府库 收藏金银 宝石 香料 盾牌 和各样的宝器 又建造仓房 收藏五谷 新酒和油 又为各类牲畜 盖棚立卷 并且建立成义 还有许多羊群牛群 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 这西西加也塞住积训的上缘 饮水直下 留在大卫城的西边 西西加所行的事 尽都亨通 唯有一件事 就是巴比龙王 差遣使者 来见西西加 访问国中 所献的奇事 这件事 神离开他 要试验他 好知道他心内如何 西西加其余的事 和他的善行 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 先知 以赛亚的末世书上 和犹大 以色列的诸王记上 西西加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龄上 他死的时候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都尊敬他 他儿子马拿西 接续他作王 历代至下 第三十三章 马拿西登基的时候 年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 作王五十五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 抗美恶的事 效法耶和华 在以色列人面前 赶出的外邦人 那可憎的事 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加 所拆毁的秋坛 又为巴黎祝坛 做木偶 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 在耶和华的殿语中 祝坛 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 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 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 为天上的万象筑坛 并在心嫩子骨 使他的儿女精火 又观照 用法术 行邪术 立交轨的 和行巫术的 多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惹动他的怒气 又在神殿内 立雕刻的偶像 神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 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 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 必立我的名 直到永远 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 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 律例 典章 我就不再是他们 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以致他们行恶 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深 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 他们却是不听 所以耶和华是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 用脑钩勾住马拿西 用铜链锁住他 带到巴比伦去 他在急难的时候 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 他祈祷耶和华 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 垂听他的祷告 使他归回耶路撒冷 仍作国位 马拿西这才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神 此后 马拿西在大卫城外 从古内积训西边直到渔门口 建筑城墙 环绕俄斐勒 这墙筑得甚高 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 设立勇敢的军长 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 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 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 和耶路撒冷所住的各坛 都拆毁抛在城外 重修耶和华的祭坛 在坛上献平安祭 感谢祭 吩咐犹大人 侍奉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百姓却仍在秋坛上献祭 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 马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神的话 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 警戒他的言语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他的祷告 与神怎样应允他 他为自卑以前的罪迁过半 并在何处建筑秋坛 设立亚舍拉和雕刻的偶像 都写在和赛的书上 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自己的公园里 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 亚门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父马拿西所行的 祭祀释奉他父马拿西 做雕刻的偶像 不在耶和华面前 向他父马拿西自卑 这亚门所犯的罪越犯越大 他的臣仆背叛在宫里杀了他 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 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 历代至下 第三十四章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 不偏左右 他作王第八年 尚且年幼 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 到了十二年 才捷径犹大和耶路撒冷 除掉秋坛 木偶 雕刻的像 和铸造的像 众人在他面前 拆毁巴黎的坛 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 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 并铸造的像 打碎成灰 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 将他们祭司的骸骨 烧在坛上 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 又在马拿西 以法连 西勉 拿福他利各城 和四维破坏之处 都这样行 又拆毁祭坛 把木偶和雕刻的像 打碎成灰 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约西亚王十八年 静地静殿之后 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 沙藩 一载马西亚 约哈斯的儿子 使官约亚 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 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 将奉到神殿的银子交给他 这银子是看守殿门的立位人 从马拿西 以法连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 以及犹大 汴亚敏众人 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 又将这银子交给 耶和华殿里都工的 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工匠 就是交给木匠 石匠 买凿成的石头和架木 与栋梁 修犹大王所毁坏的殿 这些人办事诚实 督工的是立位人 米拉利的子孙 雅哈 格巴迪 督催的是 哥侠的子孙 撒加利亚 米苏兰 还有善于坐月的立位人 他们要监管扛台的人 督催一切做工的 立位人中也有做书记 做私事 做守门的 他们将放到耶和华殿的银子 运出来的时候 祭司西勒加偶然得了摩西所传 耶和华的律法书 西勒加对书记沙帆说 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 遂将书递给沙帆 沙帆把书拿到王那里 回复王说 帆交给仆人们办的都办理了 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 交给督工的和匠人的手礼了 书记沙帆又对王说 祭司西勒加递给我一卷书 沙帆就在王面前读那书 王听见律法上的话 就撕裂衣服 吩咐希勒加与沙帆的儿子亚西干 米加的儿子亚比顿 书记沙帆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 你们去为我 为以色列和犹大圣下的人 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 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 没有照着书上所记得去行 耶和华的列祿就到在我们身上 于是 希勒加和王所派的众人 都去见女先知护勒大 护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 沙龙是哈斯拉的孙子 特瓦的儿子 护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 他们请问于他 他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 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 因为他们离弃我 向别神烧香 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 所以我的愤怒如何倒在这地上 总不熄灭 然而 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 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至于你所听见的话 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 你便心里静服 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 向我哭泣 因此我应允了你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 到你列祖那里 我要降于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 你也不致亲眼看见 他们就回复王去了 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 王和犹大众人 与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祭司立位人 以及所有的百姓 无论大小 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 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 王站在他的地位上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 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 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 又使诸耶路撒冷和边亚敏的人 都服从这约 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 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 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 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 使以色列境内的人 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 约西亚在世的日子 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总部离开 历代至下 第35章 约西亚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逾越节 正月十四日就宰了逾越节的羊羔 王分派祭司各尽其职 又勉励他们办耶和华殿中的事 又对那归耶和华为圣 教训以色列人的立位人说 你们将圣约柜 安放在以色列王大卫儿子 所罗门建造的殿里 不必再用肩扛台 现在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不是他的名以色列 你们应当按着宗族照着班次 遵以色列王大卫和他儿子 所罗门所写的自己预备 要按着你们的弟兄这名宗族的班次 站在圣所 每班中要立位宗族的几个人 要在逾越节的羊羔 洁净自己 为你们的弟兄预备了 好遵守耶和华 借摩西所吩咐的话 约西亚从群处中赐给在那里所有的人民 绵羊羔和山羊羔三万只 牛三千只 做逾越节的祭物 这都是出于王的产业中 约西亚的众首领 也乐意将牺牲给百姓和祭司立位人 又有管理神殿的希勒家 撒加利亚 耶歇 将羊羔二千六百只 牛三百只 给祭司做逾越节的祭物 立位人的族长戈南亚和他两个兄弟 使马亚 拿坦耶 与哈沙比亚 耶利 约萨拔 将羊羔五千只 牛五百只给立位人做逾越节的祭物 这样 贡献的事齐备了 祭司站在自己的地方 立位人按着班次站立 都是照王所吩咐的 立位人宰了逾越节的羊羔 祭司从他们手里接过血来 撒在坦上 立位人剥皮将梵祭搬来 按着宗族的班次分给众民 号召摩西书上所写的 献给耶和华 献牛也是这样 他们按着常例 用火烤逾越节的羊羔 别的圣物用锅 用斧 用罐煮了 速速地送给众民 然后为自己和祭司预备祭物 因为祭司亚伦的子孙 献凡祭和之游直到晚上 所以立位人为自己和祭司 亚伦的子孙预备祭物 歌唱的亚萨之子孙 照着大卫 亚萨 西曼 和王的先见耶度顿所吩咐的 站在自己的地位上 守门的看守各门 不用离开他们的执事 因为他们的弟兄立位人 给他们预备祭物 当日 供奉耶和华的事齐备了 就照约西亚王的吩咐 守逾越节 献凡祭 在耶和华的坛上 当时 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 守逾越节 又守除教节七日 自从先知撒摩尔以来 在以色列中 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 以色列诸王 也没有守过向约西亚 祭司 立位人 在那里的犹大人和 以色列人 以及耶路撒冷居民 所守的逾越节 这逾越节 是约西亚座王十八年守的 这事以后 约西亚修完了殿 由埃及王尼戈上来 要攻击靠近 又发拉底河的 加基米师 约西亚出去抵挡他 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 犹大王啊 我与你何干 我今日来 不是要攻击你 乃是要攻击 与我征战之家 并且神吩咐我肃醒 你不要干预神的事 免得他毁灭你 因为神是与我同在 约西亚 却不肯转去离开他 改装要与他打仗 不听从神 借尼戈之口所说的话 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 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 王对他的臣仆说 我受了重伤 你拉我出阵吧 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 上了刺车 送他到耶路撒冷 他就死了 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 都为他悲哀 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 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 追到约西亚直到今日 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力 这歌栽在哀歌书上 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 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纪上 历代至下 第三十六章 国民立于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 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做王 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三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 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 又罚犹大国银子一百他连德 金子一他连德 埃及王尼哥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靖 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 改名叫约亚靖 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 约亚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 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上来攻击他 用铜链锁着他 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 尼布贾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 带到巴比伦 放在他神的庙里 约亚靖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憎的事 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 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 他儿子约亚靖接续他做王 约亚靖登基的时候年八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零十天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过了一年 尼布贾尼撒拆遣人将约亚靖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 带到巴比伦 就立约亚靖的叔叔西底加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 西底加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一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 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 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 尼布贾尼撒曾使他指着神启示 他却背叛 强项应心 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 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 误会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 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 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 藐视他的言语 击翘他的先知 以致耶和华的愤怒 向他的百姓发作 无法可救 所以耶和华是迦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 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钉 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 老人摆手 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迦勒底王手里 迦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 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 迦勒底人焚烧神的殿 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 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 凡脱离刀剑的 迦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 做他和他子孙的扑弊 直到波斯国兴起来 这就应验耶和华 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地享受安息 因为地土荒凉 便守安息 直满了七十年 波斯王居鲁士元年 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 使他下诏通告全国 说 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 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 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